好 題目說呢 以致這個 A 點 P 七 B 點是 Q 二十八 都在這個函數上面 Y 這個 F 等於 2 的 x 次方的圖形上面 好 那這個題目對你很好喔 因為它已經告訴你了 它告訴你 P 七就是說 當我的 x 代 7 的時候 欸 對不起 我的 x 代 P 的時候呢 我的 y 會是 7 有看到嗎 好 然後呢 Q 二十八就是說 我的 x 代 Q 的時候 我的 y 會等於 28 會啦 那其實做法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是這個點有沒有 放進去這個函數裡面 所以我知道 2 的 P 次方 因為這裡 x 代 P 代 P 2 的 P 次方會等於 7 這個也是一樣 2 的 Q 次方 會等多少 會等於 28 OK 可以嗎 好 那題目是在問什麼 題目是在問 AB 的長度對不對 那 AB 怎麼算 AB 長度 AB 好 我們之前不是有學過嗎 這個 AB 的點坐標的話呢 因為他問的是直線距離嘛 所以它相當於什麼東西 是不是相當於 P 減 Q 的平方 加上 7 減 28 的平方 對不對 就是 x 減 x y 減 y 的過號平方 就兩點距離公式嘛 還記得嗎 如果忘記的話快去幫你看一下 假設這個是 A 點 x 1 y 1 那 B 點的話呢 B 點的話呢 如果是 x 2 y 2 的話 他們的距離不就是 x 減 x y 減 y 嗎 所以它就等於 x 1 減 x 2 的平方 加 y 1 減 y 2 的平方 還記得嗎 所以用它來算 好 那 先寫我會寫的部分 P 減 Q 多少我不知道 所以保留 OK 那 7 減 28 的話應該是 負 21 的平方吧 OK 好 然後呢 現在問題是 P 減 Q 是多少呢 這裡我不知道對不對 那怎麼辦 好 你要利用這兩個事實去做計算 把 P 減 Q 算出來 所以呢 我們怎麼辦呢 因為 P 跟 Q 是次方嘛 所以我做的動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 1 跟 2 呢 相處 OK 所以相處在這種情況 會變成 2 倍的 P 減 Q 等於 7 去除又是 8 就等於 1 四分之 1 那是不是就等於 2 的 負 2 次方 這個要小心喔 四分之 1 是 2 的負 2 次方 所以我知道我的結果啦 P 減 Q 是多少 P 減 Q 就是負 2 所以這邊呢 就可以換成什麼東西 就可以換成的是 負 2 的平方 加上 負 21 的平方 好 那是多少呢 就等於 根號 負 2 平方 是 4 然後加上 這個 21 的平方 是 4 4 1 OK 所以單多答案就等於 根號 4 4 5 OK 根號 4 4 5 那 根號 4 4 5 可以提出 數字出來嗎 我們看一下齁 好 這個根號 4 4 4 5 看起來的話應該是沒有辦法 我們看一下 可以嗎 這是範例 2 的第一題 OK 所以它就是根號 4 4 5 沒有別的答案 所以就等於根號 4 4 4 5 這樣會啦 OK 好 你看一下 再次見哪一個 你看看 整理人家 好 還有 感谢观看